再来关心隶属美国白宫的科技顾问委员会6号发布报告指出 中共全力推动半导体科技 美国应基于国安理由加强保护 报告说 我们发现中国的政策正在扭曲市场 种种做法破坏创新 蚕食美国市战略 并使美国国家安全陷于违禁 去年12月 欧巴马政府刚否决中资 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供应商艾斯强的美国事业 目前全球前十大半导体业者当中 还没有中国业者